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素素清扬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百六十四集 杜兆辉的助理不敢自生 以港商的身份 杜兆辉在内地没被几个人拒绝过 不买他账的 除了汤市长这样的领导 唯有一个夏小兰 所以他对夏小兰印象深刻 其他的 就连王司长想和杜兆辉掰手腕 杜兆辉都能不理会 当然 这种处事方法也让杜兆辉吃过亏 康家的悬案至今没有盖棺定论 但是 东风控股的一个经理 也把杜兆辉的邀请给绝了回来 杜大少破口大骂 完全是符合他性格的 好啊 北美不有名的啊 杜兆辉被霍尘州气得跳脚 把天臣的负责人叫来臭骂一顿 你们报价多少 东风控股的方案又报价多少 这个都回答不出来 天臣的负责人非得被杜兆辉给吃了 幸好他还知道 宁艳凡原来的方案预算是一千六百万花币 我们的方案是两千七百万花币 杜兆辉吃笑 一千六百万 够装什么五星级酒店呢 多了一千一百万 还马马虎虎能看 太高了 报价再压两百万 大少爷 这样的话 天臣的利润就 在杜兆辉的注视下 负责人的声音越来越小 杜大少为什么忽然管这件事 负责人不是很懂 他就知道 自己的顶头上司换了 从刘天权到杜兆辉 两个老板都一样难伺候 天下就没有好伺候的老板 大少爷说 预算报价再压两百万 负责人咬着牙也要吞下 一刀就把利润砍去了一小半啊 杜兆辉当然不可能自掏腰包 替天臣补上这两百万 一千六百万预算装修出来的效果 和两千七百万装出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天臣要用两千五百万装出两千七百万预算 才能做到的水平 东风控股 拿什么来拼 杜兆辉在霍尘州处碰了钉子 再想找唐洪恩 没见到人 唐市长的日程很满 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杜兆辉笑着问彭秘书 不好意思啊 我忘记今天是周末 星期一我再来 小杜先生 明天领导也有安排了 会出席南海酒店的招标会 杜兆辉很是讶异 唐市长要亲自出席的吗 彭秘书笑得一脸矜持 具体的时间安排就不好和杜兆辉多奖了 杜兆辉恍然未决 唐市长对彭秘书的经济发展真的是很关心啊 他这样跑一趟市政府 这么多双眼睛瞧见 对唐元月那边就有了交代 不管如何 杜兆辉已经表现出自己的诚意 又是主动押报价 又是积极联系唐市长的 到最后没能达成目标 唐元月也不能说她不尽心 十九号晚上杜兆辉约着唐元月喝酒 东风控股的霍经理也比较难搞 我想约他见一面人家都不散光 唐元月哈哈大笑 兆辉我曾经呢也有这个打算 霍经理对我们这些香港阔哨不敢冒 对我呢也是从来不留情面的 这个就拒绝了 谈公事行 私人邀约 一切免谈 香港阔哨 无疑是唐元月的自嘲 唐元月从没否认过这点 要没有家庭的帮助 她不会掌管美华 可那个霍尘州 也不过是二十多岁 在内地这种环境下 难道是毫无背景的 大伙都一样靠跌 霍尘州清高给谁看呢 杜兆辉冷笑 明天我其实去见识一下 这个霍经理是不是长得太赢 真怕我吃掉他 天臣是竞标的 杜兆辉又管着天臣 他出席明天的会议 也是名正言顺 唐元月端起酒杯 希望明天东风控股 能够拿出一份亮眼的设计方案 否则啊 他们就是请动了唐市长 也不能强行地 让我们三个投资方接受 东风控股 都没搞懂问题出在哪里 杜兆辉碰壁 唐元月更能确定霍尘州的性格 墨下无尘 恐怕不能听进去别人的建议 省钱 美华不需要省这个钱 投资都是想赚钱的 一个南海酒店不算什么 不管是美华还是汇丰 都想知道改革开放几年时间后 内地能不能支撑起五星级酒店的消费 这个物业现在不赚钱 再放几年也应该赚钱 这也是一种变相圈地 京城 明天上午 南海酒店就要开股东会 东风控股能不能占上风 就看明天的会议了 夏夏兰也累啊 趁着周末两天 他不仅把第三间门店的租约签了 还让公阳画出了设计图 然后就把公阳打包上了飞机 公阳 万一明天需要你去讲一讲设计里面 有备无患 你还是回鹏城去 只看图不一定能看懂 请设计师讲一讲方案 是很正常的 公阳心想 要去讲方案也该是夏小兰去啊 夏小兰摆摆手 我明天有课 请假是不可能请假的 南海酒店的股东会议定在周一 夏小兰要为这样的事请假 那他整个大学期间都别想安生了 这次很重要 下次很重要 每次赚钱的机会都很重要 慢慢的 他的心也就散了 想在学校专心都不可能 85年的华清大学 管理上很严格 在校生自己创业 现在根本不提倡这种事 他要敢拿这个理由去请假 恐怕要被喷得狗血淋头 方案我们都讨论过了 别人有什么疑问 你就给解释清楚 你之前还害怕宁老 方案也是宁老点头认可的 你难道没自信吗 我对你呢 就有一个要求 去现场盯着 霍经理要是不提那份 三千万预算的方案 你来提 说得公阳热血沸腾 他年纪比夏小兰大 还是个男同志 居然处处都指望夏小兰出头 夏小兰如此相信他 他一定要干好这件事 夏小兰给公阳灌了鸡汤 亲自送他上的飞机 回到家 他才有空 问一问店里近期的生意 买得很好 这次的货选得不错 对了 前两天 那个英国老师 叫什么 凯什么灵的 又来店里找你 给你留了字条呢 夏小兰这周都在忙设计方案 每天除了上课 基本上全泡在宁艳凡工作室 刘芬一直没机会说 是凯瑟琳老师 凯瑟琳以为节目播完后 夏小兰就会主动去找他了 哪知等来等去 夏小兰就是毫无动静 凯瑟琳往夏小兰家里打电话 白天 余奶奶去培训武行长新招的店员了 刘芬则在店里忙 电话没人接听 凯瑟琳指得又找到了秀水街 夏小兰一拍脑袋 我这就给凯瑟琳老师回个电话 一忙起来 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我这事给你帮你帮你帮我